這部分是土地爭取方面改變的 我們臺灣地區 政府實施土地改革 以及第一次的四年經濟建設以來 中國的經濟結構 也被轉變 臺灣地區 也是一個工商業的都市 從這方面來說 工商業最大的發展 因此呢 土地旅展 市民呢 對於土地產產產的奔劑 要求特別有些 因此市政策 在運用市民的邀請 有期望 土地奔劑業務 特別有一個新 本身呢 是學者的服務台 已經專門呢 或者也打個明朗的問題 學者從學生產書表 接受電話查詢 免費 動用這個申請集組等等 從這方面 開這個貴套化的方式 將申請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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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 發余這個 國民團團長 等等的工作人員的作為 也被它 爛造土地啊 還要 每個 倉庫呢 標明這個號 你應該站著副下 在協管支線方面呢 最不凡是這個 更建設全的 申請案件 例如原理权买卖的分纪、计程分纪、 证义分纪、抵押权确定分纪、 远权确定分纪、地上权确定分纪、 立告分纪、发样资货的分纪等等 都可以在一天一路把它赚。 但是需要到现场实际调查里 或者是需要报告的这些分纪那种。 可以在五天一路就可以赚。 原来生成地域图成本,要十天的时间。 现在呢,转到三天就可以了。 地面变更呢,或许需要的时间是二十天。 而现在呢,只要五天呢,也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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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